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人生得以須盛歡 要吃就吃霸王餐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米蘭蜜食小霸王 我是主持人丁丁 這邊兩位呢 是我們的特派獅子園 這是阿希 大家好我是阿希 這是李斌 大家好我是李斌 阿希呢 在日本有生活過十年的經驗 顧名思義呢 我們今天吃的就是日本餐了 因為在歐洲我們平時吃的 可能是奶酪啊 火腿啊 披薩啊 都是些重量級的食物 所以說日本餐在歐洲呢 往往以它的清淡為主 深入歐洲人民的人心 然後我們今天尋覓到的是一家叫 歐の寿司的日本餐 然後呢就是日本餐 它每一道看上去雖然是比較清淡 但是呢它每一道菜都融入了 日本人民對生活的一種態度 和精益求新的那種生活品質 難怪在這邊義大利人也很愛吃sushi 沒錯 所以說壽司雖然是說是小小的一道 但是它裡面飽含鮮穩 今天就讓我們來品嘗一下吧 哇賽現在我們眼前的壽司呢 已經是琳琅滿目了 然後這邊的這一碗呢 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味煎湯 日本人真的每天都會喝湯嗎 對比較多就是然後就是 就是從一開始早晨的話他們就會來一碗味煎湯 喔早上就會喝味煎湯喔 那早上味煎湯配什麼呢 比方說我們的話可能豆漿會配油條啊 他們味煎湯配什麼吃啊 味煎湯可能會先配白米飯 然後會配上那個鮭魚燒 沒有勺子我們應該怎麼辦 我們可以用筷子 就是在日本喝湯的話他們比較喜歡用筷子 先這樣攪勻然後喝 喔是不是要喝得很大聲然後才是禮貌 所以現在還有酒粽 這個喝湯的話我們只要一般可以就可以 然後要喝得大聲那個是用在吃辣麵上面 如果你吃辣麵吃得很大聲 店老闆會很高興因為說明你吃得非常高興 就很好吃 對對對 先嚐一下 OK 欸其實這個味噌湯沒有很鹹 你在外面吃的可能會很鹹 但這個很鮮 對超級鮮 欸阿根我們下一個吃什麼好呢 日本有沒有說講究先吃肉還是先吃什麼 日本它不像義大利會有什麼頭盤第一道第二道 日本的話壽司是第一個先吃 因為要保持它的新鮮 所以的話我們先吃它吧 好 OK 然後我們是不是要弄點醬油啊 對 最後有一個問題我想知道這個 哇沙比的醬油是應該混在一起吃的 要分開了 是 那先倒醬油然後用自己想要的量 然後加進去攪拌 攪拌 對攪拌之後 對 分開吃你是想要一口醬油 一口哇沙比 對 因為之前有好多爭執你知道嗎 就是說哪一個更正宗 意大利的哇沙比不是很正宗 因為日本芥末可能會比較辣 這邊的話就沒有很辣 因為說符合歐洲人的口味嘛 但也有人說正宗的就是不辣的 其實呢 其實在日本的話 當然有分辣和不辣的那種 日本醬油有什麼講究嗎 日本的醬油它有分很多種 它有的是就是自製的醬油 是比較講究的 自製是店家自製的嗎 有店家自製的 幾百年的這種經歷的 就像我們老年成促 對有 它有很多不同的 那日本有沒有那麼大醬油的地方 打醬油 你這麼像去日本打醬油 對 那我先吃生魚片嗎 可以啊 其實三文魚的話一定要冰凍過 因為說冰凍過之後是殺菌 對不對 然後芥末應該也有殺菌的功效吧 對對對 芥末主要是以起殺菌的功效 這個芥末剛剛好對我來講 對 我也是 不會太 不會太臭 欸其實我們這邊有清酒 吃三文魚的時候 不是三文魚壽司 我們可以配一下清酒 那我先拿 因為在日本是 男爭女杯啊 那有一點點也不是這個說法 對 那裡好的 沒關係沒關係 謝謝 來吧 有點像米酒的味道欸這個 是嗎 有米酒 我聞著像米酒 其實是 還有我們可以 我們要噴個小杯杯嗎 辛苦啦 辛苦啦 還有我們各位的攝影 攝影組辛苦啦 我們先喝啦 那你們就看看就好 這個大概是多少度啊 這個可能 三四十度有了 三四十度 三四十度 不過我猜我不知道 我最近有多用 沒有沒有沒有 而且二十三十多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 就像有很多時候 他們的那個生魚 會跟那個牛油果搭配 這邊就是牛油果的綿密 加上生魚的那個新鮮 欸阿騎那個黑米酒 是什麼東西啊 那那個是在日本 相當有人吃的黑米壽司 黑米壽司 怎麼了 我覺得 平時在別的壽司店 可能我從來沒有見過黑米壽司 我第一次見到 對 因為一般的日本壽司 他們都是用白米來做的 然後現在就是最近 人們就開始關注健康的生活 所以說黑米是對身體 非常有益的一個食物 喔原來是這樣子喔 那可能說這家壽司店的話 可能說也不是單純的做壽司 比較跟隨日本的那個潮流啊 什麼什麼的 會比較更新的 那我要嚐一下先 嚐吧 黑米的話可能比白米要Q一點 嗯 有嚼勁比較韌 欸我看這個肉串很有實力 這個是 雞肉 蜜汁雞肉串 這會相當於我們中國的燒烤一樣嗎 嗯有一點類似 對但是感覺更看起來甜甜的 嗯它是用一種蜜汁 就是塗上之後然後烤出來 其實在日本的話它有兩種方法 所以一般那個就是在店裡店員會 就是我詢問你 是要嚴烤呢還是要醬烤 這個呢就是醬烤 喔喔喔喔 你不是說看起來甜甜的嗎 我現在告訴你大家到底甜不甜啊 嘗一下嘗一下 好你先先 好來我也嘗一下 嗯 嗯 滿口醬香 我好像醬果有點多 稍微有點鹹 下次大家不要像我那麼貪心 但是一半吃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好像這樣一般就超讚 味道正好 嗯 我覺得這雞肉超嫩欸 它跑的那個時間相當有講究 所以它我覺得它真的不錯 它這個的話 外面是醬香 裡面是雞汁的香味 嗯 然後又很嫩 對它有撒芝麻 對對對我好像日本秀師要什麼 用芝麻用很多吧 嗯它有的時候 會就是綜合一下口味 然後加一些這種香料或者是 芝麻用的是比較多 而且健康 而且健康又好看 這個應該沒有抹茶了吧 嗯 你可以自己以後吃以三心 用抹茶烤雞肉看嗎 你要啥自行車 哈哈哈哈 這樣我們大快朵移之後呢 我很想知道對於你們兩個人來說 這家壽司店怎麼樣 尤其是阿Ki你可能有日本生活的經驗嘛 嗯我覺得這家店可以 也完全可以考慮 那裏本你覺得哪道菜你最喜歡吃呢 我最喜歡吃那個 戴阿卡道的那個 黑米壽司 啊 我也很喜歡那個 我也很喜歡那個 超棒 所以說大家下次來這一家 餐廳吃壽司的話 一定要點黑米壽司 可能在別的餐廳你也不怎麼吃得到 所以謝謝大家關注我們霸王餐 記得我們的福利喔 只要你私信我們 下次可能坐在這邊吃的人就是你 繼續來一下我們的十六個麻 人生得以吃盡歡 要吃就吃霸王餐 好現在我們要用日語 來給大家說一下在店好不好 交換我們一下 Sayo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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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たね 在歐洲平時我們可能說吃那些牛排啊 火腿啊 很少 我今天講幾個 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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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波